为了推广环境教育 让环保观念向下扎根 日前陆古国小与陆古试试会 共同办理进山活动 带领学生走进大轮山来捡石垃圾 盼能借由活动办理 让学生们了解如何来维护自然环境的美好 让环保观念从小培养 为推动环境教育计划 结合乡内的学生 还有我们乡内的社区 共同来办一个与清洁及进山活动 借由践行清洁垃圾下山 带垃圾的进山活动中 让学生能够体验 在践行中也能够做一个散局 借此把整个山上的环境 顺势把它清洁 借由活动宣导促成环境整顿 减少并媒 蚊虫的智能够成环境整个社区 也非常感谢社区及入伍国小 也是我们路股市智慧首次的办理一个活动 如果办得成功的话 我是希望说能够延续 借此有一个寓意的效果 路股国小与路股市智慧合作办理进山活动 除了让环境保护观念能够从小扎根 也希望透过活动 让小朋友认识自己的家乡 而小朋友自从得知活动讯息之后 都相当期待 在平常就努力运动来锻炼体力 准备迎接活动的到来 今天的一个进山活动 我们是从路股国小出发 然后沿着延西公路到大伦山的阳湾入口 步行全程约8公里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全部师生加路股师职会的会员 约200多人会来一同来参加 那此次活动的目的有下列几个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让孩子 能够认识我们路股乡 那到大伦山上是一个路股乡的制高点 那可以来远眺整个路股乡的全貌 还有我们西部平原的一个风景 那第二个目的是倡导了 环境保护议题的重要性 那么尤其这几年的一个空污问题严重 那么登高来看我们西部的一个雾霾情形 让孩子心中有很强烈的震撼感 那能够更重视环境的保护 而且呢在一路上我们会减实垃圾上山 那么也把这个整个大伦山的山区呢 做一个进化 那么让我们的游客呢 来这里的时候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印象 那么第三个目的呢 我们是运动健身 那么平常呢路股国小也积极的推动学生的一个路跑活动 那么培养了很健康的一个身心 我们在学期初的时候呢 就小朋友也都知道今天的这个活动 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期待 所以为了要能够完成八公里的一个 进山活动的路程 所以平常在路跑练习的时候 他们也以此为目标呢 加紧的做一个练习 那所以呢借由这样一个八公里的路程呢 来给小朋友做一个体能的测验 让他们知道呢平时一个认真的一个努力运动呢 才能够完成这一个八公里的挑战 这场进山活动的办理备受各界的肯定 路股国中蔡秋菊校长对于活动所提倡的理念也相当认同 并期许每位小朋友都能从中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进山活动的话 对孩子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因为他有一个生态的东西 还有一个运动的东西 还很清楚告诉孩子 这个生态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把它弄干净了之后 这就是所有人的一个环境 那也给别人一个干净的环境 也还给大自然一个环境 那这样的一个生态之旅的话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之中 他可能有一些引导 那例如植物的引导 或者是药用植物的引导 或者沿途把我们不该丢的东西 人为的东西把它给捡起来 给还给动物们一个干净的一个环境 那未来大概他就会落实 他自己很清楚 这个环境不应该有的东西 都要随时带走 那也呼吁我们所有的游客 来到我们这样的山上的时候 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山下去 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从小培养 环境保护的观念 入股国中在课程的规划上 也是办理多场活动 带领学生们能够实际参与体验 希望他们能够从中了解到 人文地理环境 以及环境保护等各种知识 我们在国中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规划我们附近的一个 进山的部分 那我们国中的课程 因为不太一样 没有那么多长的时间 整天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格数路里面的一个活动之中 还有我们的毕业旅行 像我们这一次申请户外教育里面 把我们到了南人湖 南人湖离自20年后 大概会结束的一个生态 所以我们在活动之中 也一样做生态的 还有进山的 还有一个 我们有关于国中课程里面的 所有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之中 除了进山活动以外 我们还把我们的 那个做成他们的简报 到山下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给 就是做简报 分享给大家 所以在一个活动里面 它除了一个环境以外 它还有一个人文的部分 还有一个地理 还有历史的一个解说 所以一个活动的包装的时候 我们都会是一整套的部分 进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让小朋友们一同参与 也能让环境保护观念 从小培养 对此先议员许树霞 感谢活动办理的用心 并呼吁社会大众 一同来爱护自然环境 环境整理大家有责 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尤其南投县 在我们各个十三厢这里面 每个地方也都非常的优美 那我们鹿谷乡 我们的大伦山 在近这几年 也受到很多这些山游 还是这些好朋友 他们的一个喜爱 尤其大伦山上 真的我们的风景 非常的漂亮 有非常广阔的我们的茶园 还有我们的竹林 还有各种的蔬果等等 所以受到很多的这些游客 他们也常常来到 我们的大伦山来走走 那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鹿谷师指会 开通我们鹿谷国小 然后共同到我们的大伦山上 做一个竞山的活动 那竞山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现在有些游客 还是一些乡民 他的一个功德心还是不足 所以造成说 山上遗留很多的这些垃圾等等 造成环境上的一个污染 那我们的鹿谷师指会 他从去年开始 就有一直在做这种教育的活动 那少海也非常感谢 我们鹿谷国小 我们的林校长 还有我们会长的一个相挺 尤其是所有家长也都非常的认同 那教育从小养成 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孩子 他们对一个环境教育的这种教导 他们都非常的欣然接受 尤其是每个孩子 他们对环境教育 也非常的认同 所以非常感谢说 校长带领我们孩子 从小就让他们养成 爱护环境 保护地球的这种活动 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今天所有雨后的贵边也希望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 爱护我们的环境 山上是很美 但是希望说你到山上走一走的时候 不要忘了把你的垃圾带回家哦 这次带领小朋友们前往大轮山来进山 小朋友们也是相当卖力的在捡食垃圾 而虽然活动路程长达八公里 但小朋友们经由平常的锻炼 也成功克服挑战 路股国小教导主任苏仙慧 也希望透过活动传达环境保护观念 让小朋友能够将观念带回家里来分享 今天孩子是非常的期待今天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我们也酝酿很久了 在之前的课程呢 就有在利用上课的时间 会告诉他们一些环境教育相关的议题 然后融入这一次的进商活动 那因为呢我们的进商活动 我们走路的也要好几公里 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呢 就有训练孩子的体能 那他们可以应付这一次的路况 那小朋友呢都会在大操场 进行路跑的活动 那我们也推行那个校园的乐跑 那相信他们的体能一定在今天呢 对他们来说今天的路程呢 一定是小case而已 那今天我们在出发的时候 小朋友是非常的兴奋的 那透过诗子会的帮忙的协助 跟他们合办这一次的活动呢 小朋友可以感受到 其实我们的民间团体呢 对我们环境的议题也是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这一次的进商活动呢 要求小朋友一路减食垃圾 然后这些垃圾呢 都是要带回我们的校园 还要再做分类 还要再做回收 那他们除了说可以做清洁的工作呢 打扫的工作也知道要做回收的这一个部分 那可以充分的贯彻我们对他们的环境教育 还有资源回收 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精神呢 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 然后让他们的周遭的生活环境呢 都可以做到 做到我们环境教育的要求 入股国小的小朋友从这次的进商活动中 也体悟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这也显示了活动办理成效 让环境保护的观念 伸直到每位小朋友的心中 借着这个活动 然后给小朋友一个干净的环境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大自然要有一个很干净的大地 感觉不错啊 就是感觉有一个这么好的活动 最近有时候体育课就是操场 半圈跑半圈冲然后半圈走 训练自己的耐力 这样训练完之后 然后来进山就比较不会那么累 这次进山让我觉得这片美好的环境 不要乱破坏它 所以有机会来进山 我觉得很开心 我看到很多的人工垃圾 我们不要不环保 因为这样子如果我们还要剪的话 你们都感受不到那种辛苦 都是我们感受到的 这种活动大家要参与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 会要很久 如果大家的话会还蛮快的 不要乱丢垃圾 因为如果是很好的地方 又被乱丢人工垃圾的话 那个地方就会变得很脏乱 就会没有人想要去 就是以后吃完东西 就要随手捡回去丢掉 不管是不是你丢的垃圾 还是要 要维护地球 来这里捡到很多垃圾 甚至还有玻璃罐 还有铁铁罐扁掉的 很多塑胶东西 我觉得就是发现很多垃圾 然后很多人都很不爱护环境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每个人都上山一次来进山 如果每个人都来上山的话 就是不要乱丢垃圾 然后看到垃圾的话 可以顺手捡起来 自然环境的美好 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 先议员吴瑞芳肯定活动办理的意义 也期许小朋友们能够从进山活动中 了解如何维护环境整洁 也希望各界能多多办理进山活动 一起来维护自然环境的美好 大轮山的环境优美景色已人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往旅游 但是也产生几多的垃圾 影响到自然的环境的经济 六个社会跟陆古国小对于 环境保护工作的用心 举办进山活动 带领小朋友前往大轮山 每位小朋友看起来都是相当的期待 希望透过这段的进山活动的版例 除了让小朋友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也能够借此帮助大轮山的环境 背负整洁 进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 也希望地方各个单位 能够一同效法 多多举办进山的活动 议长何生锋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也期许透过活动 让每位小朋友来了解 垃圾不落地的观念 一起来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 明日新闻卢宇凯专题采访报道